大家好 又是施浩然的自由男时间 今天我们讲一些有关法律的事情 大家如果有看过雨残片 这一出戏是什么呢? 叫做难为尿家嫂 我想很多人在晚上睡不着 都看过这些出戏 或者看当日也是一个口头线 难为尿家嫂 为什么呢? 开门七件事 柴米扬炎,酱草茶 不容易做的 煮一顿饭出来 大家都家公家婆 又喜欢老公又喜欢小孩又喜欢吃 实际不简单 所以叫做难为尿家嫂 今天的社会就是 把家嫂改了的叫做难为尿法官 因为在今天香港 做法官真的相当困难 为什么呢? 判词出来 男的对听 大福歌颂 报纸头版 欢呼山呼万岁 伟大光明正确 如果審出来的判词 是黄丝认为OK 男丝不开心 又变态了 又是上头条了 所以 今天的香港 我已经是到了各走极端 大家已经偏离法治 偏离法律 用政治 去审查法律 是不是对呢? 所以说 这里我们长起了一个人 最近在《星都日报》 他又发表过一些意见 就是一位叫做烈田伦的退休 前任的中等法律院的常务法官 他在2015年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 据闻他已经在澳洲安劳 但是始终不甘寂寞 最近就香港的司法制度 等等 是说了一句话 但是 这位独居一语的老人 说的话也不是没人听的 特别是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中美国务院港澳办的前主任 现在的常务副主任 张晓明 他在《基本法》成立三十周年的研讨会大会上 在《基本法》里面发了一篇讲话 对他推崇备致 甚至是香港研发第一人 张副主任怎么说呢? 他说 我注意到最近香港社会围绕司法改革问题 出现了烈烈的讨论 德高望重的前中审法院大法官 烈恬伦先生 Mr.Henry Dennis Litton 呼吁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了 这样的局中人的理性声音 值得全社会特别是司法法律界的重视 即使是西方国家 司法制度也都是与时俱进 不断改革 这样这些不影响香港司法独立 etc.彦伦先生 聂伦先生也是我的所敬重的当日 一个敬重的发官 当他做大律师的时候 当日我予予日是比较少的 尤其从大律师 他也很快說沒聽 臀頓真不滿 富而優則是 賺了錢做了那個法官人 一做… 起碼做了十至二十年 沒錯 列典倫在香港的司法界 是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他所審的案,有些都是很出名的成為案例 尤其是在新界的土地使用方面 他在那個Mihado case 他判了什麼呢? 在農地上放貨櫃放些東西 是不需要在舊官批地上面 是可以擺放的東西 是不需要政府批准的 所以令到政府當日都非常被動 因為這樣的法律界 當然他所說的話是有份量的 但大家知道 正如張副主任說 這個社會是與時並進的 昔日的事情是會一直有所改革 人類社會才會進步的 我不是說烈天倫有什麼問題 但是烈天倫今天第一 他已經是脫離了司法界 第二 他不是生活於香港 他生活在澳洲 他能否明白在香港 從2015年到今天2020年 香港社會的變遷 特別是在政治生態 在官權、警權和民權方面 那個變化 那個對比 他有沒有親身感受到 反中條例 而引起民眾的不滿 社會運動 他怎麼知道呢 他只不過可能在澳洲聽回來 我不敢說他道聽逃遜 對老人家不尊重 但起碼我有理由相信 他對社會 對香港的社會 已經是離地的 是不是 不清楚 當日的司法和今天的民情 為什麼會 香港的年輕人 為什麼 寫起自己的前途 為自己的理想 為他們心中的理想 當然未必是對的 可能很多人認為他們是錯的 但起碼他們要這樣說 他們說出心中的話 他們有沒有看到 當日 當然有些 有人襲警 也有警察打人 鏡頭下 我們都見過不少 這些衝突 政府那種不接受民眾的意見 是不是 響治施行 這麼多問題 政府在管治方面 尤其是很簡單 超支 過千億 這個政府幾言間 一個說法都沒有 到世界中都說不通 是不是 所以你說 張副主席 如果他真是想收層 如果他真是想收層 不應該還找 借這個烈鐵論來 過香港人一動 還有 我們都香港有一些 所謂是政論名家 好像有什麼師傅 大肆批評 最近有關警察 在他執行任務的時候 沒有清楚顯示他 騙套的識別 判了警方輸 那有什麼師傅呢 以前就說 這個司法黑暗一天 又說高等法院法官 根本說他又說不懂法律 又不懂解釋法律 那我就找你去解釋 你這麼聰明 全香港沒有人救你聰明 是吧 首席大法官又不懂法律 你讀過這樣的法律學位 你就專家了 是吧 你要明白 每個法官都是人 我們的司法制度 有一個制度 如果你不是他的法律 如果他的觀點有問題 你可以通過正常的途徑 去上訴 現在警察都沒有決定上訴 你們已經跳出來罵法官 又說他不懂法律 只是最懂的是你 那你就當法官 你去考法官 你當法官 你去審案 是吧 我相信法官 所有的法官 不則上都是 他是坐在這個位置 他對那個法律 是有一定的解釋 是有一定的理解 是 那是不是對呢 是否法官所判的事 一定是對的 這很簡單 據我了解 有關的兵團的官司 在高等法院的袁重廷審的時候 都是這位周大法官去審的 那他審出來 有些事情 新界人都不滿意的 因為他把那些官地 或者私人批的地 就認為不合法 不是權宗權益 那怎樣 新界人怎樣 漫罵 新界人都懂大體 OK 那就從法律途徑解決 不就進行上訴 向上訴 還是上訴 這個官司 聽說在這個月底 就會結果出來 所以我們 經常講法治 經常講法律 你要尊重法庭 尊重法官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一件事 很簡單 如果香港 如果你有任何的政治色彩 或者任何的政黨 你不可以叫法官的 他要求你是 法官宣誓了 是效忠法律 是不是 那他很多時候判得來不合聽 就又要打又要殺 這一點我相信 無論你是藍的 或者你是黃的 你都要 在法治的原則之下 你都要服從 不合會上訴 是不是 我們有一個制度 這個叫做制度 不是法律 不是說你個人起戶 我們已經授權了 被法官審理案件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拖他尾巴 不要給他壓力 這件事 我相信師父大哥 都應該 既然你都說讀過法律的人 你明白法律是怎麼回事 如果用了中國大陸那套法律 我說了 在社會諸制度 在馬克思的法律的觀點下 法律是什麼 法律作為一個階級 一個統治階級 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專政工具 在這個前提之下 被統治階級 誰都有申冤 但是能否平反呢 不得而知 香港是行普通法律 行西方法律 就算是惡法 在法治的社會之下 信念之下 我們都要守法 不應該掃諸暴力 而應該通過議會 是修訂法律 那才叫法治社會 不是每天造反 怎麼搞 你當法官 拿幾千個月 所以 何謂法治 就是我們要相信法律 當你制定了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程序是這樣 立法會、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制定了法律之後 解釋權就是法院 就算香港教授也沒有權 解釋法律的法庭 這個就是rule of law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procedure 那個程序 所以很多時候是 你適合的 但是你程序出錯 官員都只能夠依法辦事 這個就是法治 雖然我都認為香港有些法律 是不合當的 但是他只要一天 在我們法律的法律 法律上仍然存在 我們都要吸引應有的尊重 這個法治精神 而有些人妄論香港情況 都不是香港住 要離地 至於師父 你仍然在香港生存 你仍然在武會的香港 你說的話 我是尊重的 相反地 你讓聶廷文先生 應該更合理才對 對不對 我們千萬不要用政治的眼光 用政治的思維 取代了法律的本治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香港就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香港不獨不止是人治 而是政治壓倒一切 當然在不同的社會 或者要在中國今天的社會 在社會主制度之下 政治掛稅 我們大家同意 也不同意 制度必然是這樣寫的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我們尊重一國 但是我們也不是尊重香港的普通法制度 尊重司法人員 尊重司法機構 否則的話 我們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正如江澤民 中華人民和我主 江澤民都說 河水不犯井水 是吧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 是吧 在台灣 你就用台灣的法律 在中國 就用中國法律 表示 但是 如果我們失去這個原則 是 一味 土話的 不是清晰地告訴他 有些應該對 有些不應該對 我們不獨自 我們要尊重法治精神 同時我們也應該讓中國政府 加深了解一下 香港是怎麼走過來的 香港是不一樣的制度 等於不一樣的制度 會產生了不一樣的觀點 這些我們也要包容 否則的話 明天開始 張國珠 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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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大家又怎樣想呢 講到這裏 這一集就結束了 多謝大家收看